在获得了90%的选票之后 意味着在法国举行的第一轮议会选举中 总统埃马纽埃尔·马克龙党派 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 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轮的选举在周日举行 根据内政部的说法 根据投票显示 马克龙所在的共和前进党 以及其盟友民主运动党 赢得了31.9%的选票 如果选举结果在第二轮投票中得到确认 那么埃马纽埃尔·马克龙所在的政党 以及其盟友将会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 这将会使得总统能够实施他的商业改革 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总统 如果得到了议会中大多数的确认 然后进行扩大 实际上没有人会反对 议会中的权力将不受控制 没有进行真正的民主辩论的可能 根据金融时报科学院政治学家布鲁诺 科特雷斯的说法 法国选民愿意给埃马纽埃尔·马克龙一次机会 他的当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期待 这样他们意识到了 上两位总统萨科奇和奥朗德来自于不同的政治党派 他们拥有着不同的个性 这也就导致了僵局 这对法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政党和保守派党派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保守党和共和党中间偏右的民主党 以及五党派人士分别获得了18.9%的选票 而国民阵线和社会党分别获得了13.8%和7.45%的选票 目前推测显示 马克龙所在的共和前进党以及其盟友 民主运动党需要赢得国民议会 577个席位中的445个 而此前的法国执政党 社会党和其盟友 预计将会失去200个席位 如果第一轮的推测继续下去 将出现自1958年以来的最大的议会改革 马克龙将成为自纳布尔领导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后 法国最年轻的领导人 然而尽管马克龙取得了成功 但投票率却创历史新低 只有48.6%的公民在一会选举中投票 国民阵线的领导人马林勒庞 说他的政党的表现不佳 是由于创纪录的低投票率 并说道 法国的选举制度需要有所改变 这种灾难性的弃权率 应该会引发投票规则的问题 使得数百万的同胞远离投票站 最终的结果将在下周日的决胜选举中出台 所以请持续关注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最新的新闻 不仅仅只有这些 我们还将会为您带来一系列的 有关外汇市场的相关报道 我们下周日的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